醫院停車場到處可以看到用過的口罩 被揉成一團隨意丟棄在路邊草叢 工作人員剪都剪不完 不只醫院停車場路邊交踏車欄 後座花圃水溝蓋也都能看見 被隨處丟棄的口罩 正值武漢肺炎期間全民戴口罩防疫 但用過的口罩卻隨意亂丟 造成人心惶惶 民眾看到路邊到處亂丟的口罩 就好像看到病菌散播 害怕二次污染心很不安 口罩還是屬於一般性的 事業的廢棄物 因為畢竟它沒有直接接觸到 病人的血液體液 是一個防護用的東西 不管用過的口罩有沒有污染性 隨處亂丟不僅觀感不佳 還容易引起民眾恐慌 雲林衛生局也通告 縣內醫院出入口停車場 擺放口罩回收箱 避免口罩亂丟變成防疫死角 就有兩名城廣的謝雲甄雲林採訪報導